目前欢迎南区一起稻作证如火如荼的进行收割 不过呢有北农以及蔬果运销中心 爆发疫情的前车之间 各个米厂和农会是全力配合落实三级防疫警戒措施 而福利乡农会不仅是请专人 在稻米加工厂入口十连制 厂内更是严格实施分仓分流 保护厂内人员的健康安全 也让今年一起做的新米安全进场 这几天南区雷震与旺盛部分水稻倒幅 农民抓住放晴的天气 立刻出动收割机下田收割水稻 因为刚收割的事故要进场烘干前 还得要先过防疫检测这一关 因为我们这边的农民是非常的配合 每一位反正陪伴的也要消毒 反正要进入的话 反正在车上的每一位都要做意 由北农及蔬果运销中心爆发疫情的前车之鉴 副理乡农会也不敢掉以情形 尤其一起到做收割期间 罗杉年米加工厂人车出入频繁 各项防疫措施不得不严格执行 在我们这次一起到做收割的时候又遇到疫情的关系 所以我们现在在收割的时候 我们都会做一个人员的分流来为农民服务 然后每个农民进来之后都要实施我们的实名制来做防疫的工作 然后我们人员进出就是大约就是司机跟农民这两个人到我们的检验室这样而已 然后落实我们的防疫工作 副理乡的水稻农从5月初就陆续收割 至今也大致完成了三分之二 农会秘书林辉煌指出 初期虽然出现急爆的情形 不过农民配合防疫以及进场排程 因此整体收割作业都算平顺 收割大概是在两个礼拜前就开始了 在上上礼拜也就是在副理地区呢 也渐渐是大的收获 大的收获期 但是我们要配合检验工作 但是农民还是有稍稍的塞车的缘故 但是农民也是很愿意配我们这样的检验方式 因为就是怕被传染还是被感染这样 去年西部大缺水再加上疫情的影响 副理乡地区的米几乎是卖光光 今年一起做新米 现在开始新鲜上架 消费大众可以透过网络订购 副理乡安全又新鲜的米 记者石玉兰 副理乡采访报道 我看看这些小匙 是什么小意思的 然后在那儿 我看我